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酷比魔方的iwork10的一个开箱 iwork10的话可以看到是一款inter battery tea的一款产品 是用22nm技术 1.8g的四核主型 四线程 四通套 四核 然后呢 这款产品我们看一下包装盒 包装盒非常的大气 这个应该要比酷比魔方的以前的包装盒更加的有档次 是一个双色的 那我们看一下背面 有长纸和英文标识 打开产品以后的话会看到主机在正面 然后这边是配件 好 我们打开主机 打开主机以后 因为我帮您可以看到iwork10的话是一款10.1寸IPS屏的一个正面 然后呢 这里是Windows的标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侧面 这个是那个外接键盘可以外挂键盘 我们的一些介绍中已经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四周 然后这个边是没有的 这边有两个按键音量大小 可以看到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里的接口比较丰富了 我们从后面来看一下 这个是耳机插孔 哦 这是9伏的DC 还有 Micro USB TF卡 HDMI输出 耳机插孔和电源开关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背面是一个金属拉丝的一个背面 非常漂亮 ACOB在正面 而内置双AAC的独立音枪 我们拆解当中可以看到 整体外观的话 在最薄的边缘处 应该只有6到7毫米左右 很薄 使用起来比较轻盈 好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包装 看一下那个配件情况 打开 后盖 可以看到 这是配件盒 包装盒 配件盒打开以后 让我们看一下有些什么 配件盒里面有一个9伏的电源 然而一个中英文的说明书 iwork 10的 一个数据线 一张合格证和一个VIP卡片 好 现在就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iwork 10的一些操作 现在出厂的时候 它是没有Win8系统的 而我们现在装入一个Win8系统 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些情况 点开开关机键 好 可以看到锁键键界面 拖动 变成主机的Win8界面 好 可以看到 我们像这样子 横屏竖屏就很方便 然后呢 这些都是Win8的功能块 好 进入开始界面 可以看到 然后呢 往下拉 进入所有的设置界面 而很多的功能键在这里有 我们就不用看了 回来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些新闻 比如说 这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功能 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 比分的情况 这应该是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 可以看到这里 通过拖动左方 拖动左方就会有很多的设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桌面 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桌面情况 在这里Windows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做 然后点开 比如说点开 好 看到天气情况 这是自动同步的北京的天气 这是天气的一些情况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浏览器 上网 我们进入库平黄方的官网看一下 可以看到 相关的显示还是非常快的 然后我们来点开一个视频 比如说 来 视频非常快 好 我们来点开一个网页页面 比如说 好 点开 可以听到它声音非常大 装AAC的封闭式音强 那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里 把它关掉 好 进入iWorks的一些介绍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浏览互联网的一些情况 可以看到这些视频都可以直接看了 然后放大 说小 10.1寸IPS全视角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找一块屏幕 找一块彩色的视频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酷屏幕模仿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通过各个角度可以看到 这块IPS屏还是非常的艳丽的 可视角度非常好 好 我们退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功能 例如 视频播放 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视频 然后包括阅读照片 等等 它都是可以的 好 这里有一个是微软的一个软件商店 可以下载各种应用 好 好 那接着 同样我们看有很多朋友说 这款机器怎么跟平板 跟那个键盘相连呢 我们把键盘拿过来 接着 把它 卡斯 放在这里 接着把 收住 我们就可以 录入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来举个例子 来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 我们打开一些网页 比如说我们打开百度 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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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功能键关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库比魔方 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很多的 那我们通过 鼠标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鼠标 大家可以看到 鼠标在这里已经有了 操作 在这里 看没有 我们通过鼠标 先操 点开 通过键盘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开 鼠标百科 接着 可以进入了 可以进入到 可以进入到 会模范的页面 那么我们可以 让它翻页 鼠标 使用很方便 通过这个键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直接关闭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套了 接着可以打开 这就是一个笔记本的状态 使用很棒